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应本港疫情的状况 中联办农历三年酒会首次以网上形式举行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通过云酒会向市民拜年 去总结指到港理职已经过了一年 对香港的了解更多感情更深 对香港这个家更有信心 对于香港的未来发展 骆惠宁比出四个判断 过去一年的香港质变是波乱反正 把变形和走样的都纠正过来 一国两制必将沿着正确的方向 行稳致远 面向未来 我对香港这个家有四个判断 一是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 且一国底线会更老 两制活力会更大 坚持爱国者治港 坚守一国原则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二是 宪法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力不会变 且守护香港安宁的能力会更强 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效会更好 坚决执行香港公安法 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 沾显民主自由 拒绝落弱泛政治化的漩涡 拒绝脱离良政散致的初衷 香港这个家才会有规有矩 家和人心 三是 大家习惯的生活方式不会变 且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步伐会加大 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会提高 四是自由市场优势 和面向世界的格局不会变 且融入国家发展的空间会更大 参与国际竞争的底气会更足 优好共建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 当好国内大循环的参与者 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者 增强香港经济的竞争力 香港这个家才会风雨不动安如山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振英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驻港国安公署处长郑雁虹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处理特派员杨玉瑞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 政委蔡永忠 以及各行各业 各个年龄阶层的市民 都以视像方式表达新年祝福 香港一定能够克服疫情 走出低谷 再创展新的黄金时代 只要我们秉承过去的努力 奋力前行 一定可以为国家和香港的共同发展 再打开新的局面 我相信在克服疫情后 通过中央的大力支持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无限机遇 香港的经济会欣欣向荣 民生得以改善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香港 汉发东方民族魅力的大势 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阻挡 全力支持特区 扩大对外交往合作 深入参与 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能力 坚定不移推动 一过两次伟大事件行稳自已 为香港繁荣稳定 为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希望新的一年 香港不会再有撕裂 香港好 国家好 人人有公开 个个身体健康 我们很快去战胜疫情 同学可以快点回学校上課 而大家也可以约朋友出来 吃饭 逛街 看电影 祝国家 国云兴 很快乐 祝国全面 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